年寿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年寿來了 年寿是什麼啊 你知道嗎 其實新年呢 傳說中有一個怪獸 有一個怪獸會每天 每年的新年 傳說中有一個怪獸 都會出來嚇人 知不知道呢 那我們就開始講故事囉 這是一本人們歡慶打敗年寿 演變成過年習俗的傳說 我們一起來看吧 這是一個很偏僻的小村莊 然後有一家的燈還是亮著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人住在裡面呢 年寿來了 你看那個年寿它這麼大 連門都快要塞不進它咧 看起來它有點像老虎對不對 對啊 很久很久以前 深山裡住著一隻叫做年的怪獸 它全身長滿了毛 嘴巴很大 牙齒尖尖尖的所有的動物都很怕它 年寿平常都在睡覺 但每年的除夕夜就會醒來 到山下的村莊裡找食物吃 這時 村民養的雞啊 鴨啊等等 都會被它吃個精光 年寿吃飽 年寿吃飽之後呢 有一年正當村民準備離開的時候 來了一個從沒見過的老乞丐 嗯這個老乞丐是誰啊 你看連豬豬跟雞都在流眼淚耶 大家真的被這個年寿欺負的好可憐哦 有位老婆婆看見了老乞丐 就端了一碗飯給他 並對他說 年寿要來了 你快和我們一起逃吧 老乞丐搖搖頭說 如果你能讓我在你家住一晚 我可以幫你們把年寿趕走哦 老婆婆雖然不太放心 但也只好答應老乞丐就趕快離開了 天色漸漸變暗了 老乞丐趕緊在門口貼上紅紙 他還找來了一些竹子 放在老婆婆家門口 到了晚上 年寿醒了 他大喊一聲 好餓啊 然後他就變晚往山下走去 他從遠處就看見老婆婆的家 燈光明亮 心想 呵呵 居然有人不怕我 我現在就要去吃掉你 但是年寿一走到老婆婆家門口 看到門上的紅紙 立刻遮住眼睛大喊 哦我的眼睛好痛啊 哦 他原來怕的是什麼啊 紅紙 對呀他還怕那個紅色的紙 再來我們看看 這時 老乞丐從屋裡面走出來 用火把薑 把那個薑竹子點燃 然後竹子不斷的發出啪哩啪啪的聲響 年寿捂著耳朵大喊 好可怕的聲音啊 就這樣 年寿被嚇得逃回山裡 再也不敢下山了 哇 這樣子看你的時候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不如就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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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再過來就好了啊 嗯 但是他不聽啊 所以大家都很煩惱 所以那個老乞丐才用這個方式把他趕跑啊 好可憐喔 唉 隔天一早 居民紛紛回到村裡 他們看見所有的家畜都沒有事耶 房子也沒有被破壞 都覺得老乞丐是來救他們的神仙 真的 乞丐好聪明喔 從此 每到除夕夜 村民就會在門口貼紅紙 並燃燒竹子 而且整夜燈火通明喔 除夕隔天大家會互道恭喜 並敲鑼打鼓 慶祝沒有被年獸破壞 可以安心過年了 快樂過新年 小朋友 年獸的故事流傳到今天 貼紅紙的習俗變成了貼春蓮 燃燒竹子變成了放鞭炮 讓整個過年期間喜氣又熱鬧喔 你還記得農曆新年裡 大家都在做什麼嗎 你看大家會互道恭喜 恭喜新年快樂 互相跟大家祝福 新年當然要穿新衣啊 我們會穿最漂亮最新的衣服 而且衣服都會選紅色或亮麗的顏色喔 這樣才喜氣洋洋 然後在路上呢 還會接上敲鑼打鼓 很熱鬧呢 接上敲鑼打鼓 好熱鬧喔 我會和媽媽一起貼春什麼 春蓮 春蓮就是原本老乞丐貼的那個紅紙 然後你看除夕夜台 還會大家一起吃年夜飯 每個人都會盡量趕回家 和家人一起圍爐吃飯喔 餐桌上擺的每一道菜 也都具有吉祥的意義喔 押稅前討吉利 古時候因為認為小孩容易受到驚嚇 所以在過年的時候會發押稅錢給小孩 希望讓小孩避邪 保佑他平安長大 慢慢的就變成了互相給紅包 祝賀彼此的習俗 那看看傳統的新年 一直到元月的十五元宵節過後 才算是新年的結束喔 過完除夕之後 隔天就是所謂的初一 大年初一一定要去拜拜祈福 據說在初一到廟裡拜拜祈福 可以得到神明特別的關照喔 而在初一凌晨到廟裡面搶到頭香的人 在新的一年更是好運加倍呢 搶頭香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拜拜的時候不是都會把那些香 插在香爐裡面嗎 頭香就是在廟的凌晨的時候 廟方會把門打開 第一個走進去把香插進那個香爐裡面的人 就是搶到了頭香 在台灣都會有人在這個時候 新聞報導特別去實況直播 是誰搶到了頭香喔 大家都搶得非常的激烈呢 我們也能去喔 我們也能去嗎 很激烈很多大人特別去搶的 小朋友去的話還是要小心呢 不然會被撞倒的 大家都用跑的跑進去 很激烈 然後呢 初二就是所謂的回娘家 以前的人認為女兒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 從此回家的機會就變少了 所以就有了初二回娘家的習俗 在那天會讓女兒回家看看爸媽 爸媽也能了解女兒的生活情況 好 再看看 這一個年壽來了的故事我們就講完了 希望大家過年的時候都能開開心心過好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再見 妳要說新年快樂啊 喔 新年快樂 哈哈哈 掰掰 掰掰